大家好,今天聊聊菲律宾的话题 菲律宾是太平洋的一个群岛之国 有七千多个大小岛屿所组成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 菲律宾没有形成国家 都是以土著部落的形式存在的 在三国时期 五国曾经巡海到了菲律宾地区 从某种程度来说 菲律宾算得像是五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直到1390年 菲律宾才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 苏禄苏丹国 苏禄苏丹国建立后不久 就成了明朝的附庸 1417年 苏禄国的国王到明朝朝建永乐皇帝 在归国的途中 因病而亡 仗以德州境内 1450年 阿拉伯人在菲律宾建立了伊斯兰国家 1565年 西班牙人来到了菲律宾 打败了阿拉伯人以及当地的土著 把这里变成了殖民地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统治了300年 菲律宾这个国家的名字 就来自于西班牙国王菲律普 不过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显现于菲律宾的北部和中部 而没有及南部 南部一直处于苏禄王国的统治之下 1726年 苏禄苏丹国曾经上清朝朝贡 后来因为这个苏禄国向这个蜻蜓朝贡的必经之路 把这个西班牙占领了 结断了 所以苏禄国与蜻蜓的翻手关系 才中断了1898年 美国与西班牙之间发生了大战 当时美国的国力正处于蓬勃上升的阶段 而西班牙则处于日薄西山的腮落阶段 战争的结果是西班牙输了 当时美国完全可以让这个西班牙剪铺盖离开菲律宾 当时美国并没把事情做得那么绝 因为在美国西班牙一占了相当的部分 所以呢 作为战胜国的美国 还是以西班牙坐下来进行谈判 谈判的结果是 美国付给了西班牙2000万美元 把菲律宾买了下来 2000万美元买菲律宾这么一个29万平方公里的岛国 对于擅长低价买地的美国来说是相当不划算的 之前美国买这个阿拉斯加 100多万平方公里也才花了720万美元 这次花2000万美元买着29万平方公里 等于给着了西班牙面子 为了卖一个高价 西班牙在出售的时候也耍了一个花招啊 把他并没有统治到的南部地区也划给了美国 西班牙也拿着美金离开了 而美国人则扛下枪炮 接管菲律宾 这才让菲律宾人傻眼啊 当美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的时候 菲律宾人还以为美国是来帮助他们赶跑 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呢 所以他们就非常卖力的帮助美国打西班牙 结果就是前门欺负后门赢朗啊 菲律宾人非常的愤怒啊 纷纷起来反对美国的接管 当然菲律宾的反抗是徒劳的 他们连筛弱都不行的西班牙都奈何不了 又怎么能够对抗实力日益强大的美国呢 抗争了几年 菲律宾军民省上百万以上啊 最后还是扛不住了 向美国投降的接受美国做他们的统治者 但是菲律宾的南部的绵南老岛啊 还是没有投降的意思 既不接受美国的统治 因为绵南老岛的人民啊 大度欣奉伊斯兰教 这个时候美国颁布了一个新的土地政策 凡是北方的天主教徒啊 移民到绵南老岛都可以免费 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 这个政策颁布之后受到很多天主教徒的拥护 许多家庭移民到绵南老岛 使得绵南老岛的伊斯兰教徒 从多数变成了少数 通过宗教和军事两大手段 美国终于控制了绵南老岛 乃至菲律宾全境 美国既然统治了菲律宾全境 怎么没有把它变成第51个州呢 后来怎么又让这个菲律宾独立了呢 这是有几个因素所导致的 一当时美国并没有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并没有那么热心的想成为美国人 菲律宾人虽然被武力征服了 但是心理上还是不能接受美国的统治 仍然在采取各种手段的对抗和这个破坏 这样很多美国选民而认为 美国在菲律宾的存在是没有回报 而且是代价高昂的 第二美国崇向白然至上的观念 菲律宾虽然土地不多 但是人口相当的稠密 与美国本土的人口差不了多少 如果把菲律宾变成美国的一个州 那么就会大大的降低白人在美国的数量优势 第三美国自喜崇尚 自由与民主 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殖民地 好不容易才取得独立 现在反而要在菲律宾采取殖民统治政策 这样很多选民在道义上不能接受 虽然有这前面三条理由 但是美国还没有真正的打算让这个菲律宾独立 直到二战的时候 菲律宾落入了日本的手里 二战结束之后 菲律宾再次能为美国的殖民地 之后美国再统一给这个菲律宾完全的独立 购买菲律宾这块土地 是美国所做的最失败的一笔生意 买的时候花了巨资 后来却放弃不要了 等于这两千万美元打了水漂 菲律宾就这么差劲 这么不值得拥有吗 对着